挺奇怪说他那天夜里跟谁喝酒去了呢 是跟李延的老公去喝酒去了 哎 不是我我我不是说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说你看他有矛盾 他怎么又跟他老公 你知道消息哪来的呢 我我看来的 这可靠吗 这哪来的 所以现在全国人都是这个东莞中心里的成员 他们不会给他的材料吗 除非那是我们组编导的责任啊 说说喝酒喝酒 喝酒回来 好谱吗 这消息 回来之后 那有一个靠谱 就王萌接受那个那个谁啊 中央就白岸松的那个采访 他可说了 他说是王春璐先骂他 然后又 还说王春璐先打他 先打他 打他 他碰到了电视机 是不是因为这个 然后他还手了 他还手 然后他还手 但是他的手打伤好像是撞到什么电视机啊 有可能 对是撞伤 然后说他回来的时候 要去越想越不顺气嘛 要找这个春璐 王领队去理论 但是呢 却要进副教练的房间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王春璐和副教练在房间里头 他要进 进去之后呢 据李言看到 说王萌好像先有一些冲动的表示 但是呢 真正这一拳是这副教练 说一拳打出几步 开外 你说这一家子 你想问 叫文陶拍案 中国人最喜欢这个 你看八卦那些明星啊 聊的那点事啊 全是照着他自己家里边那边什么什么关系啊 去去去安排角色 很好玩 可是我真不觉得这事有太独特的中国特色 坦白讲 因为你刚刚我也觉得说很多那种教练跟学生跟徒弟的这种关系 动手动脚都很常见 上一季结束了的那个NBA里面就热火队 不也有球员掐着这个教练的脖子吗 这是也是传出来 掐脖子 你想想看 也闹得很厉害 而且你说到说这个是不是个用家庭模型来理解这个教练跟弟子的关系 我觉得这也很很普遍 这是很普适的东西 无论中西古今中外 从来 你想想看教练体育运动里面 教练跟徒弟的关系像什么 就像一般讲的老师跟学生 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里面 其中一种师生关系是被人最称谕的是哪一种 就是类似于亲子的师生关系 你觉不觉得 比如说我们对老师 你总有一种感觉 这个好像是当做父亲或者当做母亲这样的态度来对待 对而且一个老师 他如果说真爱孩子 真爱学生的话 也会把他当孩子来看待 这本来就在 而且他不只是中国的 哪怕西方的是 你看柏拉图对待苏格拉底 那种感情那种怀念 就像是个儿子对老师的怀念 这就说起来就深远了 学生固然是错 老师更大的罪 最简单的这样的情况 你如果一打了以后就不是你老师学生之间的事情了 这个事情 你刚才讲的对 运动员之间打打闹闹 全世界都有 但是这个打打闹闹使得全国人民这么关心 大家都把他不把自己当外人 当家事当博士来共同对待 这是中国的特别东西 这说明中国的人对运动员 因为你是举国体制 你代表国家 因为你可能会拿金牌 所以我们大家都觉得 因为这投资都是我们大家投资在里边 你东莞中心没管教好 我们大家都要批评你 东莞中心 庄泽洞有个博客 庄泽洞的博客 庄泽洞博客说什么 他说他看到这个事情很很伤心 他说为什么 他说运动员啊 怎么失去了美德 但他接下来很好笑 他说他们当初是怎么样 他们当初运动员就得到很好的待遇 他举了例子 他这个是他博客写的 他说当初他们做运动员的时候 人家就会来问他们看不看戏 他说我们要问四个问题 第一什么戏 没看过的我去 看过的我不去 第二谁演的 名演员演的去 不名演员我不去 第三几排 前排去后排不去 第四有车吗 有车接我才去 没车我就不去 他意思就是说 在那个困难时期 运动员享受一个非常高的特殊的 中贵 第二个 我懂了 意思是说现在 有面的吧 所以他说这个现在的运动员 怎么这么没美德呢 意思是说这个 这什么玩意 他就是针对王蒙的事情写的博客 你说哪跟哪 我就看到了联系 就是说明什么 就是我们的运动员在举国体制下 他是被包养起来 一方面他应该待遇很高 但另外一方面你要非常顺从 你要做到很多保密 像王蒙现在还说要讲什么兴奋剂的事情 那是大逆不道啊 现在马上人家反兴奋剂中心就要来追查他了 不是 现在我听到的消息是这发布会开不成了 对 因为一直在做工作 但是你知道这个你要说这个民间瞎聊啊 那可真是全是阴谋论啊 就去甚至就聊到说什么呢 说还不明白这王蒙为什么这么性格这么爆 或者说他这个民间这一聊啊 那他们人家肯定觉得不对啊 但是我就发现我听了最多的聊 说你不知道那帮人火气爆什么 他整天吃兴奋剂啊 那家伙别女的 那跟男的似的 那根本你不能惹他 这是胡说吧 这是胡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看现在很多人聊啊 就说跟中国人这从娃娃培养 挤这事有关系 说几岁的时候 他们这些孩子几岁的时候 就脱离了一般孩子的这个轨道 少体校省队国家队 说少体校呢 那就是这个什么 你看非常短的时间的文化课 半天文化课半天训练 到了省队呢 是每周两个半天 加上两个晚上的文化课 到了这个国家队文化课比例也不高 而且他们这身体上训练累的不行 真上什么文化课 也在打盹嘛 所以有些是冠军 虽然说保送上大学 但是也有一个就发生过 就是反应听不懂 就是基础 文化方面基础太差 所以你看郎平啊 就说 也在好像博客里就讲 他原来只叫美国队 他说他这个美国队的很多 就是女大学生 所以他们在上飞机的时候啊 好多这个他的队员啊 都利用那点时间 看书啊 写作业啊 完成作业 常常是这样 所以他说他现在的女儿白浪 在斯坦福大学 他说走的就是美国运动员的路子 就是边打球啊 边读书 但是郎平给女儿规定的原则 就是读书第一 打球第二 中国这个啊 就是你把你就培养成了一种人呢 是吧 就是塑造你就成为了这样一种人 你的命运 你甚至你的各方面的素质啊 可能在几岁的时候就被决定了 嗯 就是说你将来要么拿金牌 要么就是废品 这个这个是很残酷的 这事要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国家 比方说发生在加拿大或者其他的国家 他会这样 你打架的事情 你看你受不受惩罚 嗯 就算你犯了错了 哪怕就算你做监狱了 像像像那个菲尔普斯一样 说吸毒了 但是 你不能取消他参加国家队 将来参加奥运会的机会 嗯 等只要他都刑满了 他就算完成了这个刑法 就算他很错把人打伤了 嗯 到时候奥运前 他要来参加一个选拔赛 要是他的成绩好 他照样可以 这是他个人的权利 来代表国家 不是由你某一个机构来决定 他来代表 而在中国这不是啊 你打了 你打了教练以后 从现在就把你开除 你将来就没有为国家的效力的机会 而余下来的游戏规则是怎么样 你要求饶 我们并没有停止你训练啊 这个家庭的规矩就是说 我妈妈可以打你 打完了你有小孩就应该哭在那里求饶 不可惜的是 但他是网球啊 他有职业赛啊 那现在赢了回去之后 我家乡还给他立同项 是吧 所以这东西也很现实 不过我真觉得这个事情 不是一个太特别的大事 你如果说真的是 我们中国培养运动员的体制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运动员文化程度不高 什么 我们那么多运动员 怎么就光这一个就是听说打叫念的呢 你可见这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第二我觉得全国人民这么关心这事啊 而且关心的那个角度啊 其实背后的假设就还是我刚才讲的 就假设这是一个家庭伦理句 这是个家庭事件 因为教练跟弟子的关系 就像是亲子关系一样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关系 它本身是不是个恰当的比喻 就其实我刚刚讲了嘛 中西都是如此 都觉得教练带这个弟子 就像爸爸看孩子 可是问您说我想 我想探讨的是 这是不是一个恰当的教练跟弟子的关系呢 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呢 像李娜夫妻关系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器语的东西 就是说你是我教练 我是应该全部听你 但是我不是终身要终实 他不应该相互去离缘子的一类 你唱戏唱得好 我就好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